自爱这两个字 经过我们学习佛法了 这两个字有味道了 自爱就是不能糟蹋自己的佛性了 《劝发菩提新闻》里面讲 尊重己灵 这自爱了 我们懂得自爱 我们就懂得去爱人了 我们每天烦恼重生 那我们怎么去爱人 就像我们入佛门 首先三归一 这个是自爱具体的指导了 归一注释三宝 而这个注释三宝表的是什么 佛表觉 法表正知正见 佛是绝而不迷 法是正而不邪 身表静 静而不忍 那就是要回归自性 绝阵静了 随顺性得自爱 随顺烦恼 变糟蹋 自堪堕落 因为学了佛了 自己父亲在讲 五分钟热度 行有不得 反求诸奇 我们在外面向上 让人家是这个感觉 而且我们也没有主动 去跟父母沟通 我们自己的想法 所以诸苦皆从贪欲起 我们有要求贪求别人 要理解我 要信任我 烦恼就起来了 烦恼不可能是别人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学佛人 不要讲外行话 都是他让我生气的 他太不理解我了 这个都是给人家要道要情的 三十七年不能白做 诸苦皆从贪欲起 这讲得太透彻了 人生解知足了 烦恼一时除了 知足的人就不去要求了 哎呀 我家里人对我很好了 大家都对我很好了 一个人知足了 他就很容易有感恩心了 他有感恩心了 他就愿意去报恩了 那跟人相处 这良性循环 爱人者 人恨爱之 敬人者 人恨敬之 那我们不付出 只是要求 那就是恶性循环了 你要求别人了 就调动别人也要求你了 这修行要转变要挑出来 这个恶性循环 什么事情都没有离开因果 我们希望别人尊重我们 我们要先尊重别人 这都是因果关系的 我们希望别人信任我 我先信任别人 希望别人理解我 希望别人理解我 随顺真心 不随顺忘心烦恼 那49年不是讲这个重点吗 那我们掌握这个纲领 就很好关照了 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 就是真旺 我要随顺真心 常驻真心 不能随顺烦恼习气 那这个纲领随时可以用 我这个念头 符不符合觉正境 符不符合真诚 亲近平等正觉慈悲 忘思菩提心 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 所以菩提心重要了 菩提心就是真心了 真心不可虚于理也 不然就搞摩业去了 那当然讲到怎么保持菩提心了 那就是随时这个佛号要提起来了 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 所以应光祖师这一句开解 很精辟啊 一下子49年的纲我们抓到了 随时在关照自己的心上用功 关照遇到的每件事情 他的因因果果是什么 世上不离因果 好 好像我们前面提过了 曾经有同修发了一个stick给我 别人怎么对我啊 别人怎么对我啊 是我的因果啊 我怎么对人呢 是我的修行啊 这两句能体会到啦 受用就大了 别人怎么对我是我的因果啊 那任何逆境恶缘 不会抱怨啊 那是我自己造的因赶来的果啊 你不止不会抱怨啊 你会很欢喜啊 为什么 他对我凶啊 我前面的恶业就爆掉了 就好像你欠人家钱 领工资的 还钱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还钱的时候 心不甘 钱不远 拿去吧 那这个就修养太差了 人家借我们钱是帮我们 一定是恭恭敬敬 谢谢谢谢 好 然后心里怎么样 这个负担减轻了 再还几次就还轻了 无债一身轻嘛 佛法真管用啊 马上用上了 心就清凉了 烦恼就除了 尤其金刚经还告诉我们 善男子善女人 受持读诵此经 若为人清贱 先是罪业即为消灭 人家轻漫无路我们 我们前世造的三恶道的因 可以消掉 假如没有消掉 这个因会带我们去哪 叶因呢 去三恶道 那大家想一想 是被人家骂好啊 还是到地狱去受苦好啊 地狱可不是闹着玩啊 刀山剑树啊 一日死身地下每经万变啊 一天都死几万次啊 死了又起来又受那个苦 阿罗汉想到前世在地狱受苦 流血汗啊 光想就流血汗 你说那实际受是什么滋味啊 不能再搞轮回啦 三恶道是老家的 不是开玩笑的啦 人生难得 佛法难闻 东土难生 净土法门会几本难遇啊 若闻诗经 信要说此 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啊 这么难的因缘都被我们遇到了 我们老实依教奉行啊 老实念佛啊 今生就要把轮回的事办了 不能再搞了 大家摇紧牙关啊 此生正无量寿啊 太值了啊 这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 换个无量光寿啊 太值得了 所以我们这个自己要想明白了 真正金刚经这些道理 明白了 事事是好事了 你不会因为别人对你态度不好啊 生气了 所以先是罪业机会消灭 当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我们看着这金刚就的教诲啊 再看牢上怎么给我们表演的 毁谤无路他的 他都给他立牌位 每一次上完课给他们回向啊 这这都是我们青年所见的 脑上是这样把经教落实的 好 诸位忍者 你们最讨厌的人 有没有在你们每天的回向名单上啊 当然回向的时候就不能有讨厌的念头啊 回向的时候要很理静 然后还要带什么 带对他的歉意 我们前世欺负人家呢 这一生他才在欺负我啊 所以这个身性因果啊 一铁良药 好 刚刚谈到我们呢 更成熟了 更稳当了 父母就信任我们 我们就好忽略他们了 所以这个 成德学佛啦 成德不是最早的 家里是我母亲最早学的 但是学了没多久 我吃素了 不要去要求别人 不要去给人家压力啊 这种吃素啊 受戒啊 这都要发自人家自己 欢喜去做 你硬是去强迫了 有可能会让他生烦恼 不要去做让人家有压力的事情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性 哪怕你教训他啦 你要保证人生欢喜性 不然就是时机还没成熟 工人之恶物太严 要施其堪受 在教训别人的时候 那个心还是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你那个教训要是真正达到效果啦 假如我们每一次教训别人 结果都是让人家埋怨我们 那是我们太攀缘了 甚至于是在教训的时候 是带情绪的啦 刚刚提到 承德这个先父教训我了 没有带情绪的啦 那当时这个父亲有提 我五分钟热度啊 后来我学佛了 老人家有一天走进书房 你这几个月看的书啊 比你这二十多年还多啊 他在观察我呢 那我只是笑一笑 没有回应什么 这个时候不要啊 父亲才一开口 对啊 父亲你看你以前都误会我了 我收我什么五分钟热度啊 啤哩啪哒来讲一堆 这就是halten 内心里面的呢 有愿 才会抓住机会就啤哩啪哒来讲 日久见人星 我们自己还做得很不足 不要这么急于要把底牌都打出来了 要沉稳一点 要安稳光 不要寓意什么情境的 情绪就起起伏伏的 后来就慢慢一点一滴 父母是最关心你的人 怎么会感觉不到你的改变呢 慢慢的父亲有什么事 找儿子商量 甚至后面一些重大的事 就你负责吧 这是信任的 好 所以 论语里面说 父母为其极之忧 我们只有不小心 事大不挑 生病的父母才担忧 平常学业 事业 家业 我们现在学佛了 道业 不能让父母担心 这是安父母心 爱敬父母才能安众生心 好 西方广木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 则是读万眷书 行万里路 则多增加 人生的阅历 好 那当然 我们 在听每一个人讲话 我们都很恭敬 这都是增长自己的阅历 每个人的人生 就像一本历史书 他做得好也好 他做得不好也好 都可以引以为戒 那当然 首先我们自己 要反思自己走过来的路 前世不忘 后世之失 这一段时间 大家应该有感觉到 陈德 好像一直在重复一个议题 面对境界要清楚 学佛 佛是觉 在哪里觉悟 在每天遇到的境界 处理的事情 假如今天经过一件事了 问题出在哪 我们都稀里糊涂的 那就有可能明天以后 同样的问题会再发生 陈德举了几个例子 有一个媳妇跟他婆婆的互动 陈德举了几个例子 佛婆婆为什么生气了 他不知道 那就有可能以后 还会同样的原因去惹他生气 包含有个同修 他都不经意的笑着说了 哎呀 我对别人也不容易发脾气了 怎么就对我家里的人那么容易发脾气 这个情况对他来讲好多年了 那学佛的人怎么可以让同样的情况出现好几年 都不知道原因在哪 那这个学佛不都学到向上用功去了 没有真实的受用了 所以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事 问题出在哪 我们有没有检讨出来了 包含我们组织活动 最后都做总结 总结的目的 对自己来讲 下次不要再犯了 对相关的人员 我们提供这些经验 他不用从头摸索了 这个是广修供养 所以普贤型的呢 那开会就是普贤型的 总结不是广修供养吗 开会的时候 言语柔和 在礼敬他人 礼敬诸佛 开会的时候 整个活动 人家的付出 我们都能观察到 都能及时赞叹 这就称赞如来 开会的时候 我们过程自己犯什么错 都能提出来反思 忏悔业障 你开会的时候 很多种种建议 能让下一次办得更好 这是不是请转法轮呢 你开会的时候还推举 下一次谁做总干事 这个叫请佛注释 都没有离开 所以佛法就是生活 就是工作 就是处事 待人接物了 陈德也有劝过 都认识十年以上的同仁了 劝他们主要 其中有一件事 劝最多 敦伦敬愤 我听过不少人 洪护传统话 花的时间不少 但是孩子心里在想啥 他不知道 甚至孩子都有忧郁的倾向 代表我们都忙到事里面去了 这个心连最亲的骨肉 都感受不到 我们做的事再多 不是在修行的状况 那事做了只有什么 福报 那不是功德了 功德是什么 真心才有功德 一个人越学越感觉不到 最亲的人的心 这哪有真心呢 反而变成很多人 静家庭本分的借口 我都去做好事 逃避 好多修行人 逃避夫妻的相处 这个叫分别执着 挑境界 逃避自己当父亲 当母亲的责任 我接触了他们的孩子都知道他们很缺爱 但自己当父母的人都没有重视起来 虽然修了一点福报 可能后面的罪业也重了 慢慢你的孩子会长大了 他身心出现什么问题呢 你说认识我们的人怎么看呢 他还讲课呢 怎么孩子交成这样啊 那我们负不负因果啊 所以行善不论现行而论流弊 不论一死而论久远 不论一生而论天下 我们很容易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那叫好恶心啊 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那是道义的心啊 无情不能修道啊 没有情义啦 没有情义啊 人生都保不住啦 不要说去做佛啦 做人五常 仁义 义 排第二了 仁义 理智 性 五常啊 其实你爱护你的孩子啊 那叫守信啊 那孩子诞生的时候 我们当父母的人 铁定在心里面 都曾经都曾经发愿啊 集许啊 是吧 好好照顾孩子 好好照顾孩子了 给他幸福了 是吧 看他那么可爱啊 很自然就生起这样的心呢 这是父子有情的天性 起过的心呢 起过的心念呢 不能违背啊 这个是幸福了 这个是幸福了 跟子女是这样 五轮关系都是这样 夫妻之间也是这样 好 这个我也观察呢 有时候我劝对方呢 对方敢怒不敢言 然后硬做个样子给我看 事实上呢 他真做假做啊 我还算看得出来 然后做个样子 就等我发话 好 你可以去讲课了 其实啊 做样子是不能感动人的 自成才能感通啊 我们是不是真心去做啊 骗不了最轻的人 他们是最能感觉到的了 所以众生呢 我们这个我慢太重了 不容易听别人的话了 都比较顺着自己的感受啊 认知啊 福在受贱 老儿上这一句话很有味道的 看这个人有没有福报 他能不能听父母的劝 听老师的劝 听一心为他好的 亲戚朋友的劝 你从这里就看出这个人有没有福报了 听了 听了 人生呢 少走很多 弯度了 那天遇到一个年轻孩子 他接触啊 一些网上的东西啊 不知不觉染污了 不知不觉啊 变得消极了 哎呀 那个变化都是 潜移默化的影响 一看呢 脸色就非常暗淡 像有心生啊 一个十几岁的孩子 应该是朝气蓬勃的 怎么好像很没信心 很不敢面对事情 后来我就跟他聊了 让他自己去感受 一二十岁的孩子是很难说服的啦 啊 哎 我们这种 常常都是一种说服别人的 态势啊 也是一种习惯 有没有观察到 因为我 也有看到了 一些老师啊 也对这个孩子 一开口就讲个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都没停下来了 也没有去观察出这个孩子 接受度到哪里 啊 当我们讲话讲到对方已经烦的时候 那就反效果啦 这个我们叫攀远了 是吧 对方的表情已经不是很接受我们讲的 我们还忍不住一直讲啊 这叫执着啊 后来 我就问他了 哎 你看这些东西多久了 他说 两三年了 我说你觉得你 现在的状况跟两三年前呢 什么时候比较好 我都是问他 啊 答案都是他自己讲的 不是我押给他了 他自己也马上回答了 之前比较好了 我说你那么大了 你要为你自己负责了 父母啊 老师也不可能 常常盯着你了 你要懂自爱了 当然了 孩子的问题啊 其实 都要从小 让他养成好习惯 形成判断力 不然现在外面的诱惑太厉害了 好 劝导年轻人啊 不要去接触这些 让他自己 让他自己堕落的东西啊 他马上那个 就很痛苦啊 很怕失去啊 可这些会 这些东西会上瘾的 好像不知不觉觉得 生命中不能没有这些东西了 其实我们看着孩子这样啊 我们也想想自己啊 我们有没有上瘾的东西啊 手机会不会上瘾啊 一下没看了 心里 怪怪的 这样心就定不下来了 以前不离不弃的是夫妻 现在不离不弃的是手机 所以对手机不离不弃的人 所以对手机不离不弃的人 绝对让另外一半非常的伤心 然后呢 伤了别人呢 自己还不知道 玩物上自然 有时候觉得看到 自己认识的同仁当父母 有时候也会觉得 你怎么这么忍心啊 我们自己当老师都不忍心啊 孩子成长岁月的黄金时期啊 你居然忍心不全心全意去陪伴他 就知道我们耗鸣耗力啊 都严重啊 那个意义都提不起来啊 我记得小时候 电视里面呢 公益广告 公益广告 有一句话叫 爸爸回家吃晚餐 我当时说 我爸爸都回家吃晚餐了 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呢 我这个开窍的太晚了 好多事啊 都没搞清楚 包含呢 我姑姑啊 都不带我去看电影 因为我都看不懂 领悟的慢 所以最近刚好大专营啊 给他们看达摩祖师传 有些同学说了 我看第二次了 还是懵懵懂懂的 这个都很正常 不要压苗助长啊 要等待 耐心陪伴 那个悟性是要自然出来的 不是你硬拉出来的 水到渠成 道法自然 教育里面 真的要去体会 道法自然 基不可思啊 孩子需要我们陪伴的那个时候 不能错过了 不然会造成他终生的 心理问题 他没安全感呢 他缺爱怎么会有安全感 我们不缺爱啊 很有安全感啊 这个对父母的安全感 移到哪里呢 对老和尚啊 对佛菩萨啊 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啊 他对父母都没安全感 你让他去相信佛菩萨安排自己不操心 这可能不是那么容易的 陈德的父亲呢 陈德的父亲呢 在银行上班呢 商业界的银行呢 这个父亲有心呢 亲重缓急 他自己会去抉择啊 不然在商业要去应酬多的是啊 所以这个当父母的抉择啊 真的影响孩子一生啊 在冷静想想 说实在的那些应酬 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重要的你要拿捏好了 可是很多时候 一定要去吗 事实上去了之后啊 对去的这些朋友有好处吗 其实很多应酬吃喝玩乐啊 还打打麻将啊 也都错过了他陪伴他最亲的子女的黄金时段 这样的事不能干啊 损自己的应得都有啊 所以走过来的路啊 我们要检讨清楚了 前世不忘后世之时了 那下一段 101页第二段 寺院的建筑 是学校与博物馆 融合在一起的结构 用今天的话说啊 就是艺术教学 那这一点我们也要感受了 假如学生所接触的完全都是讲课 那会产生什么 他可能有一点听了会疲惫了 更严重的呢 产生厌烦就不好了 所以我们这个教学啊 我们说随众身心应所之量 这一点要跟阿弥陀佛学习的 你看阿弥陀佛 他善巧方便了 极乐世界 而且百合孔雀鹦鹉色立 佳陵平且共命之鸟 四诸众鸟出荷雅鹰 大家在到大自然里面去听到鸟叫声 心情好不好啊 很舒服了 假如每一天都只有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 毕竟阿弥陀佛是老师啊 我们得要正经为座是吧 正经为座久了 要不算 突然可以转换一下 这个是白鹤来给我们说法 当然也都是出这个唯妙法音了 你就感觉就 身心的状态都很好了 好 所以这个对我们 互念孩子从事教学 也要懂得运用了 你家里的摆设都能有启发 偶尔念累了 放松放松 来爸爸陪你 绕道佛走一走 停下来 老上写这一幅字 或者这个艺术品 可以引导引导他 好 世间这个法理啊 学校与博物馆是分开的 佛教教育与博物馆是结合在一起的 在静代啊 大家才讲求教学艺术 殊不知佛法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落实了艺术的教学 我去参加这个马六甲古建筑 这传统的建筑 艺术化的教学 你走进大厅摆两个瓶子 代表进了家门怎么样 心瓶 瓶子嘛 我要把情绪带回家 所以诸位忍者要进家门要先深呼吸三次 好 不能有情绪进屋 甚至你要跟人家讲话了 都要情绪很平稳 深呼吸很好的 调整自己的状态 那个墙壁上梅兰竹菊 提醒每个出门的人 出门要教君子 这样的教学很有味道 对吧 那个墙上磕的扇子 出门要行扇 中华文化里面有很多是谐音的 这个挺有味道的 那我们 我们 体会到这个精神 我们送人家东西 都有讲究的 比方说送巧克力 就告诉他 巧克力叫 巧入无声 克力精精 你看 这样再吃这个巧克力 他吃你的巧克力味道都不一样了 巧入无声就是要老实念佛 这个慈明念佛 暗合道妙巧入无声 即是行声般若 无意念实相 跟实相念佛 平等平等 你看这个慈明念佛多数圣 从凡心入佛心 从有念入无念 这是慈明念佛的善巧 那 克力 克力精精不能懈怠 再来 古人喜欢拿扇子 清凉风 把烦恼删掉 西游记 芭蕉扇 把火焰山删掉 你看这些故事 你拉回心地的 就很有味道了 老和尚还写了这个 黎宾南老师的教导 这个 人我是非 一扇 一扇回去 这个慈悲喜舍 六字念来 假如 你家里面这个扇子 这些东西都有这些法在里面 我呢 你们家就变博物馆 这个就 挺有味道的 是吧 那你孩子的同学朋友到你们家来 就进了博物馆 那你的孩子就会觉得 这个 爸爸很有学问 对你都是仰望的 好 那这个静代大家才讲求教学艺术 殊不知佛法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落实了艺术的教学 佛教的一切设施都是为了达到教学目标 即使是防射的建造 图样结构都含着启发的教育 这才晓得佛陀 佛陀教育真的是尽善尽美 我们要把佛教育的智慧 用在 互念自己 互念家庭 互念团体上 好 好 好 度尽众生愿 诸位想想 重不重要 好 我们今天 有没有做到 老人家这些 都是 色问 好 好 好 那我们反思 反文 文字性 好 佛法是内邪 往内 啊 才能 把心静下来 往外啊 就见人过了 好 佛法是内学啊 我相信这一句话 我们都熟悉了 但是这一句话 有没有用上啊 才重要了 没有用上了 我们就不得利益了 好 所以老人家这都是问我们 让我们堪厌自己的状态呢 我们是不是起心动念 念念都为众生着想 念念为社会着想 而绝对啊不想自己 穿着也是带动社会风气啊 古人都懂这一点啊 不给社会不好的影响啊 啊 啊 念念为国家着想 而绝对啊不想自己 啊 一想自己啊就错了 啊 了凡斯迅说的 公则为真 私则为假 啊 啊 当然这里的为自己啊 是比较自私的 你假如是为了成就自己的 法生会命 好 那这个是 懂得自爱 你是随顺自私啊 自我忠心啊 那这个就是照轮回业了 好 所以一想自己啊就错了 这一点呢 诸位要特别细心去体会 啊 为什么想自己就错了 因为想自己啊 就增长我值啊 哦 所以会修行的人 在一切境界 放淡我值 好 好 越来越淡了 能先仁后己 先想别人 所以佛法是教人破我值啊 破我值才能出三界 破我足啊 我值了念佛才能得一心不乱 啊 我值是轮回烦恼的根源 好 我们 读经啊 听经啊 一听到这个根源 就要重视起来了 从根本修完 有一个我啊 烦恼就断不掉了 四大烦恼 藏香水啊 根源就是我值 我值就产生了 我见 我慢 我爱 我吃了 好 所以大乘佛法妙集了 教你起心动念了 想一切众生 啊 因为大乘佛法 发世红事愿第一 就众生无边 是愿度了 不知不觉啊 就把我值断了 啊 不像小成人呢 刻意去破我值 正得虚头还果之后 尚需天上人间七次往返 才能把我值破掉 人间寿命短 天上寿命长 这七次往返 要多少岁月 也是挺长的了 这是天文数字 好 我们看老和尚表演给我们 的榜样 没有为自己的 老和尚讲了 静见年年不一样 年年不一样 月月不一样 日日不一样 好 诸位忍者 大家听了之后 羡不羡慕啊 在哪里用功啊 放下我值啊 老人家展现了 完全丝毫不为自己 为正法久住啊 为苦难众生 我们做得到的 我们做得到的啊 有志者是敬臣啊 所以大臣呢 比小臣高明 用的方法巧妙 就是念念念不想自己 念念都想众生 我自自然然 但忘了 这个法子非常高明 好 所以大臣法理啊 念佛法门 尤其殊 尤其巧妙 他教我们念念想阿弥陀佛 想阿弥陀佛的心愿 想阿弥陀佛的行词 阿弥陀佛 这叫义佛 义佛念佛啊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我们一看到想阿弥陀佛的行词 高才永哲 与世超异 性解铭记 西皆第一 少欲知足 专求百法 慧力群生 志愿如鉴 忍力成就 余朱有情 常怀慈人 我们对众生有没有慈悲 有没有能 包容 何言爱语 劝欲扯敬 这个都是阿弥陀佛的行词 恭敬三宝 奉仕施掌 吾有虚伪残取之心 没有丝毫 虚伪应付 都是真心以待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普度法界 一切众生 心量之广 无量无边 确实不是其他大臣菩萨 能相比的 我们完全依阿弥陀佛做标准 先要发心 不发心不能入门 所以先发众生无边 誓愿度的心 就像普贤菩萨 众生戒净 我愿方净 菩提道臣 我愿方臣 众生无有穷净 所以他老人家的愿 念念相去 无有间断 身与异业 无有疲厌 我们常常干得有点不耐烦 想到普贤菩萨的行词了 其实我们不耐烦就是落入了时间空间的烦恼里面 我还干多久啊 你这时候能反观内心 我这个烦恼怎么来的 我这个烦恼怎么来的 时间空间是抽象概念 不存在的 我们把它当真了 要落入这些烦恼 好 所以我们发了心呢 入了门之后啊 怎么修法 断烦恼 破我法两支 这烦恼无尽 事愿断了 就是用这句佛号啊 一向专念 就行了 这个方法 非常善巧 当然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住修呢 住修就是 激功雷德 我们念佛的目的 念佛即是至兴现的 深深唤醒自己 所以我们 要去处理事了 我们刚刚还念着佛 念佛即是至兴现的 所以处理事呢 就是用真心去处理了 真诚清净 平等正觉慈悲性去处理 真心处理事都是功德 也是念佛 念金心 心上有佛 这五心就是佛心 就是菩提心 用真心去处理事 不容易生烦恼 生智慧 生慈悲 自己就在境界里面 不断提升 好 那这一句佛号 佛号啊 从什么心生起 这老大上教我们念佛了 从真实平等广大心深 好 因此啊 因此啊 具具佛号 就与广大心相应 广大心即是众生无边是愿度 你看我们学了 四十八院讲迹了 学了到第十九院了 最终要学到什么 我做佛使 十方众生 是吧 你看每一院 几乎都是我做佛使 十方众生 阿弥陀佛实时把十方众生放在心里 每一院都是为了十方众生发的 老阿山为什么把第六品当早课啊 每天不忘发心啊 每天这个心呢 向阿弥陀佛学习啊 我们净土法门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本师啊 本尊啊 我们跟他老人家学 要越学越像啊 最重要了 扩宽性量啊 不能有看不顺眼的人啊 所以扩宽性量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现在看谁不顺眼啊 你就对 尽力去对他好 这叫对质啊 当然啊 你在对人家好的时候 也要能顾及到对方的感受啊 不要吓得人家都不敢见你了啊 哎呦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一天到晚呢 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就是普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这个不可思议 这个事实真相啊 知道的人不多 为什么我念这句佛号 就是普度一切众生啊 因为你的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阿弥陀佛普度众生 你把阿弥陀佛普度众生的功德 变成自己的功德 自他不恶 老实之名啊 全设佛功德 为自功德了 这个法门不可思议啊 他立派果教门啊 从果起修了 集修集果了 我们常常说的 这是吃馒头的法门啊 方念的 比喻的 直接吃馒头了 不用挑种啊 还要施肥了 灌溉了 直接吃馒头了 自己的心愿跟阿弥陀佛的心愿 无恶无边 佛的功德啊 就是自己的功德 这个事实啊 偶艺大师在要节里 为我们讲得很清楚 念佛法门 无比的殊胜 佛门做晚课的时候 蒙三思识 只要用七厘米 用观想的方法 就能辨十方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 也是用观想的方法 也度了法界一切众生 我念这句阿弥陀佛 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念的 心量是这样扩大的 要把这个大心量用在日常生活 工作 处世待人接物之处 不要在念佛的时候 就观想跟佛相应 不念佛时还是小心眼 还是搞是非人我 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样念佛不能往生 说实在的 这样的真正观想 我看也观不成 我们上次 有共一起学习到 刘树云老师的教导 我心里不装人 装人爱真多 我心里不装事 装事是非多 我心里不装物 装物贪恋多 我心里只装阿弥陀佛 好像这第四句我没讲到 我心里只装阿弥陀佛 你看这一句在跟老和尚 现在这一段教诲融在一起 我心里只装阿弥陀佛 这念阿弥陀佛 为了虚空法界众生念的 越念越有欢喜 所以佛教我们用一心 不可以用二心 对佛用一个心 对众生又是一个心 这错了 这不是一心了 所以能不能往生 关键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用一心 用真心念佛 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 我们每天就正处双修了 就行菩萨道了 行菩萨道啊 生活在这个法喜当中了 老和尚说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我们跟他老人家学要像他老人家 越学越欢喜 假如越学烦恼增多了 这个要调整调整 学错了 我们不要好日子不过 这些教委讲那么清楚 当下受辞 我们的好日子就开始 就跟暖春 爷爷说的 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开始 祝福大家好日子开始 今天是好日子 从今天开始 过上法喜充满的日子 谢谢大家阿弥陀佛